有很多朋友问我 就是说你们用这个种植袋种草莓 它这个一亩地的投入成本是多少 想了解这一块呢 给大家算一下吧 这基本上好比种植袋的一块 一个袋子是栽四颗 一亩地栽八千颗 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亩地用两千个袋子 这两千个袋子的费用呢 一个袋子是九毛五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一千九百块钱 这是种植袋的投资费用 然后用这个机制呢 大概就是在三十方左右 因为你还要浪费一些嘛 装袋子的时候 今年我们采用的是 秋云粪和牛粪混在一起 秋云粪到我们地头价格 现在涨价了是二百一方 然后呢用十五方 这就是三千块钱 然后牛粪呢 不要钱 就是付了一个晕费 不要钱 所以加在一块呢 可能加上人工费的话 可能也就是四千块钱 这块投资呢 也就是六千块钱一亩地 搞定了 这就是第一次投资是 大家算一下 可能成本还比较高 但是关键是 到第二查第三查的时候 你算以后你等级投资 一下子降下去了 为啥呢 因为第一查的时候 你机制不用去买了吧 即便是小加一点的话 那个是寥寥无几的 袋子不用换了吧 是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你不用悬耕地了 不用齐笼了 不用扶地门了 然后不用门棚了 这些东西 你又省多少钱 这是在种植成本这一块 在营销这一块呢 营销这一块呢 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吧 就是每年草莓采摘的时候 有很多来我们园区采摘草莓的人呢 往往就把我们这个 种植袋里面的草莓 就直接带着种植袋 都一块搬走了 一家会搬四五个 那时候我们卖的多少呢 这一四颗是一百块钱 一大还是一百块钱 这时候他们是不讲价格的 因为这个东西 它放到阳台上以后 它不是为了吃草莓 它是为了心情的愉悦 所以说你整体 无论从营销角度 还是种植成本角度来说 用这种种植袋 无土栽培这些话 是非常好的 刚才大家设算成本的投入了 实际上还没算给大家 这个产量这一块 用无土栽培这个产量 往往要比土壤栽培的产量 能提升20%左右的一个产量 并且死苗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比土壤栽培这块低很多很多